女人正在机场等下一班飞机 这时一个双手发黑的保安突然走了进来 还没等他们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保安突然凑到女人胸口闻了闻 红氏连忙过去掀开保安 但女人却突然发现 保安的双眼已经变成了血红色 随后她一把掐住同事的脖子 直接单手将对方举了起来 原来保安在上厕所的时候 被一股黑气给附身了 这让她轻易获得了远超普通人的超能力 而她的目的就是杀死面前女人 美胡没想到自己才刚上线两斤 就因为一次心动的感觉 接连遭到了三次怪物追杀 这次肯定不会有神兵天降 就在她大喊救命的时候 保安突然遭到了惦记 但这对她显然没有多大的用处 美胡却趁此机会连忙逃出了等候室 不过保安很快就追了上来 美胡急忙躲进路边的汽车 保安追上来一拳打飞车主后 就要将美胡从里面拖出来 危急关头 美胡连忙用手按下油门发动汽车 将保安甩在了身后 可还不等她松口气 保安突然从天桥上一跃而下 重重地砸在了车顶 她想要加速把保安甩下汽车 但这种做法对保安根本无用 车顶反而像指骨的般 被保安轻易捶出来 眼看对方这时就要打碎天窗 情急关头 美胡一脚刹车将保安甩下了车顶 没想到居然还能这么刺激 不过更刺激的还在后面 在互相确认过眼神后 保安直接蜘蛛侠附体 沿着车壁爬到了副驾驶 接着捅穿玻璃向美胡抓了过 在车子发生侧翻之前 美胡突然看见马路中间 坐着一尊石像 随后连人带车直接飞到了半空 保安一下被撞翻在地 汽车也原地变成了一堆废体 但好在美胡并无大碍 身上甚至就连皮都没有擦破 可还不等他喘口气 保安已经从地上站起来了 美胡连忙撒压地逃跑 赶在保安追上来之前 裹进了附近的一处烂尾楼里 但保安已经记住了他身上的味道 现在两人之间只有一强之骨 好在对方并没有发现他 就在美胡以为没事了打算开溜 谁知脚下突然踩到了一块石头 不出事马上就要出事了 保安一个闪身直接挡在了面前 就在美胡以为这次铁定完蛋了 没想到保安突然被击飞了出去